有人在嗎 不斷敲門確認屋內到底有沒有人 因為警方獲報這棟大樓 有人疑似被囚禁 你把他叫出來 叫出來外面 你自己來 你裡面幾個人 好說呆說 終於成功說服裡頭的人開門 警方要確認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被害人跟著對方進到社區大樓 當時還沒有異狀 不過進到屋內之後 卻被限制行動 又傳求之詐騙 二十八歲的游七公 在臉書上看到輕鬆賺十萬的工作廣告 前往臺北西門町應徵 王姓男子為首的五個人 說要帶他到桃園移動社區大樓面試 被害人當時就覺得怪怪的 傳訊息跟朋友說 後來真的失聯 有人才趕緊報案 二十三號 警方前往大樓 將人救出 被害人受困期間 金融卡 存佈等證件 都被對方收走 直到警方上門 才重獲自由 桃園先前才發生 臺板柬埔寨囚禁案 還被叫做青埔寨事件 想不到又有非法分子 顧忌重施 好在被害人事先跟朋友告知行蹤 才能及時報警 出動九人 季新聞和困園楊仲強 黃萱萱採訪報導